各位观众 大家好 今天大新闻的这个节目呢 我们要关注 天则所被关闭这个事件 以及他为什么会被关闭 那么这个事情呢 是这两天媒体关注的一个新闻 我呢 看到了华尔街日报对这个问题的一篇 比较详细的报道 那么我下面提供的一些信息呢 就是以华尔街日报报道的这个信息为基础 那么这个华尔街报道呢 他是怎么说这个事件呢 他说这个首先 这个天则所呢 是中国的自由经济思想的罕见堡垒 大家听得很高的 那么说他倡导市场派理念 包括支持削减国有企业 强化私有财产权 以及法治等等 而且他解读天则这两个字呢 取之于中国的一种理念 意为合乎天道 自然之制度规则 那么这个机构的创始人之一呢 是毛一世 他也是一位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 这是这个对天则所的一个定位和评价 那么第二个呢 他介绍了天则所的情况 天则所呢创立于1993年 但是呢从2004年开始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被打压 一直到就是盛宏啊 这个是现在的所长 他说啊 他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生存空间了 除了关门 没有选择啊 那么这是他们今天的命运 那么在过去两年里呢 啊 天则所我们都知道 不断的在搬家啊 他的网站和社交媒体呢 被封杀啊 有关部门呢还吊销了研究所一家关联公司的营业执照 在去年11月国家安全部门啊 以安全为理由 阻止研究所所长盛宏及其副手 前往美国哈佛大学参加中国经济改革的研讨会 实际上这个研讨会我也在啊 谈的是这个邓耀平 这个和这个中国改革开放啊 40周年 那么今年6月份呢 北京一家啊 民政局发布了对天则的取缔令啊 7月初 北京企业监管机构的一个区域风质机构呢 表示将吊销天则母公司营业执照 此期无证经营该网站啊 然后呢 这个报道还甚至还提出 就是说天则所为了生存呢 曾经打算妥协啊 曾经向中国政府官员 那个承诺不谈论中共领导臣和他们的家人啊 这个你要妥协啊 也许是为了活嘛啊 那么但是这个大家知道没有没办法活下来 那么这个时候为什么说跟习近平有关系呢 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说啊 这个该研究所的关闭凸显出习近平 不然荣荣对他的愿景的批判 这一愿景是通过一个高度极限的政府 利用强大的国家主导性经济以来引领中国的崛起 也实际上就是说天则所鼓吹的自由经济 跟习近平的经济理念是冲突的啊 另外呢 这个报道还源于呢 美国的一个中国的分析专家说啊 他说这个天则经济所呢 已经成为自由派在中国呢 寻求外部这个努力的这个象征啊 跟外部对话的象征啊 这个他的许多成员呢毫不畏惧地自律于外国思想家对话 习近平政府试图一直做做所谓的外国势力 因此呢这个账啊实际上要算到习近平的头上 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这个丁天大新闻的讨论群呢 有一位嘉宾呢就提出一个观点说 在江湖习时代三个朝代啊 这个天则所命用的不同啊 在江泽民时代呢这个天则所是被监控使用啊 到胡锦涛时代呢天则所是被限制使用 那到习近平时代呢天则所是被斩草出根 那么来自北京的邓永文先生呢 对天则所的事情啊比较知情 我们请他先谈的看法 呃其实我也谈不上太大的继续 我早年呢跟天则所的三位战士人这个 这个毛一世 盛宏和江曙光都有来往啊 参加他们的活动啊 我当时作为记者啊 我想应该跟他们来往了七八年了啊 呃当时他们每周两次的一个天的这个 这半个月的这个天的这个 就这个讲座我都去参加的要求各个方面的呢 当时作记者事对他们都进入过采访嗯 嗯嗯我爱请毛一世为我的输手续啊呃 但是后来近十多年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来往啊 呃呃就是从新闻上看他们的一些东西 呃我去年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在去年 他在就是被被办公室被吊烧的执教的时候 我在想我说呃天则所表明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溃派 嗯确实实实就是说天则所里也应该在中国普及这个自由 思想理念自由主义的功劳是非常大的 据我所知的话 他几乎跟中国 一流的经济学家 包括其他方面社会学家 政治学家都曾经到 他们所里面做过讲座 搞个活动 因素来说 他们刚刚就是说 对什么政府管制 对国有企业等等 对经济改革 因素来说都是 秉持着这种自由的这个理念 自由的理念 因素来说就是说 我觉得中国政府能够容许 它到现在就已经是一个旗帜了 现在终于容许不下去了 容许不下去了 刚刚你说的那三个 那个什么这个监控 是叙光说的什么 这个监控时代 限制时代 斩炒出关时代 我觉得这个概括来说 还是比较 比较准的 在江泽民的时代 其实就是天德索的发展空间 上次来说还是比较自由的 基本上是不太受到太大的限制 我们知道这个天德索的好像 据说是据说我不清楚 是美国的福特基金会租住成立的 因为当时福特基金会租住过很多人 包括中国的社科院 都包括我 包括你 所以说当年这个农水它这个发展 发展壮大了 这个确实是不容易 包括在胡锦刀的时代 天德索的活动都非常平凡 而且在中国的经济学界非常活跃 非常活跃 那么这个后来我参加他们的活动也比较少 后来据我所知道他们的办公室也平凡搬 最早的是在祖聚园那个地方 后来搬到什么这个 好像是从银门那个地方待了几年 后来又搬到其他地方去了 被感觉到处走 对对对 所以说后来这个门呢 在祖聚园的那个地方 那个当时是一个很古典的 那个那种四合院的感觉 后来搬到的话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了 办公室就越来越少了 因此来说我 我告诉你 我觉得在天泽在前期 从银门那个很大 是吧 这个前期的话 从银门我没去 就是说大概就是说 他93年勤力 大概十来年时间 我觉得他的这个活动 对中国的这个影响非常大 但是我觉得到后来 他这种补给性的任务 其实已经完成了 就是说他在中国 后来的就是说 最近大概一个十来 这个发展十多年时间 我觉得他的中国的这个学界的影响 应该说比他前期的作用也大大降低 我个人的感觉 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 不是上这篇报道一样 是自主义的这个堡垒啊 这个堡垒应该如果说他前期可以这么说 但后期我觉得这个 他的影响是大大的削弱了 包括因为后来的中国很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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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论了这个所隶属这种智库啊都非常多啊 所以所以来说应该来的按照这个道理来说 后来他自己的发展也有约束 特别在盛逢做所长的时候 其实他们三个人 但当代还是不一样的 而他就是中国全球 camera 理念还是�� provincial 还在毛1000是一专 accumulate 哪一种比较正宗的自由主义者啊 那么顺逢呢 他是对中国蛋 frank就应该是很崔同的 至于藝家文氛 最后赅是一个很崔登的 就说明确认是他习近平向他以后 他无法农使这种丝毫的自由主义的这种空气 印度罗里斯把这个责任要习近平负责的也是完全符合的 OK 这个我们再听听在北京的吴强博士他的看法这个刚才郑亦文博士强调了 这个天德说从流浪汉到最后死亡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个 您在北京啊您怎么看啊这样一个事件因为 他刚才说是自由派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改良派 也可能是改良派 那么是不是这个标志着这个中国的 甭说自由派 就是改良派也已经死亡了那么 毛鱼四门在中国 下一步他们怎么办这也是 所有中国这些这个主张在中国搞改良的一些人的应该 面临的一个选择想听你吴强博士的意见 是的其实我们也知道 北京当局对天德说的打压其实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 某种意义上讲他能够幸存到今天 也是出乎意料的 我们知道2014年开始 北京的一些独立NGO就陆续的被强制关闭掉 做各种方面的 14年15年 那么天德说是也在那个时候也开始受到各种的 限制 各种很 强制性的一些 检查等等等等 那今天是 他这个被吊销以及各种的这种 民政局的通知实际上是发生在国庆 到来前一个月 我相信是 今年作为一个所谓防范政治风险的一个 北京当方面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 消灭就是 消灭最后一个独立的NGO 那这个独立NGO当然它是关于经济学的 关于自由主义的 我认为它是一个堡垒 这个堡垒的消灭 之后其实也标志着中国自由主义的 一个终结 这个终结其实早就到来了 但是只不过添哲锁 最后这个敲响了这个上宗 这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到来 终结的一个时刻 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解答 来解释它 或者说来前瞻未来的自由主义的命运 蛮悲惨的 他没有预见到 今天 虽然他抗争过努力过 但是自由主义在 在格兰西所说的 这种 和平演变面前 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 他最后 也只能是以这样子的相当悲惨的一种状态 来接受这样一个命运 我相信是个很好的反思 自由主义未来在中国应该怎么走 怎么发展 怎么样来谈政治 怎么样从经济 自由主义当中发展出更积极的政治上的自由主义 以及 怎么样关注 社会的改变 社会的革命 我相信这是未来自由主义者在中国应该 思考的问题 嗯 刚才这个 邓一文先生也谈到你对这个天资所命运三阶段的 一个总结啊 就是 江泽民时代 胡锦涛时代和习近平时代啊 从限制啊 监控限制载道 斩草出根 你怎么会就是这样 那我说 那我是一个我简单的一个抽象 实际上这个话是 原版是出自毛义士先生 毛义士 OK 他大概 这个我不是亲口听他讲的 但是来源是应该是一手的 就是 他 他好像是江时期 他是放任发展的 那我为什么加一个监控呢 是我知道他搞活动的时候 安全部都要出来 就是 在这种跟我跟那时候在北京搞限制研究一样 对那个时候是放任的 但是呢有监控 在 胡的时候就开始限制 胡就开始限制 那 斩草出这个这个话应该是毛义士先生的原话 这个呢 我比较认可无强的看法 就是说 第1个来讲的是 标志着这个新自由主义路线的这个 寿终正亲 当然你认为他是个改良主义的东西 那实际上也是这种 就是中共批判的新自由主义就是海克这一系嘛 他们就是 他们实际上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容忍这个 这个非民主政体的 对对对 我觉得毛义士在某个意义上他主弹政治强人 他竟然政治强人的 对就是 你比如说这个 弗里德曼的弟子和这个 弗里德曼的这个 皮罗切勒的这种合作 还有这个海克对 蒋介石他访问 访问过台湾 他是不见阴海光的 他是 比较那个 这个 这个容忍蒋介石这个线路的 那么就等于就是 从江时期 他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 经济新自由主义和这个 这个正在转型中的共产统治集团的一个合作 我说转型中 他就是 往那个 这个是法西斯方向 法西斯方向 因为他绝对不是自由市场 这个 他跟自由市场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个误判 对 这个时候呢就是 新自由主义他也不是误判 因为 这些人呢 他 不是太这个经济学家背景出身的人 他不是太 对这个 政治自由 他不是太那个 有兴趣 这个是有一个 这个也是跟经济学的这种发展有关系 经济学发展 应该是从 私密这条线路呢他们过多的注重的是这种 财富 财富的增长 但实际上整个 整个社会科学它是一体化的 你不可能单独的有一个 处理于这个社会建构的这种 经济学 那么 实际上我那个 张曙光和毛玉士 实际上他们是多次对政治表态的 包括 盛宏 就是他不完全是一个经济流派 因为在中国 你所有的 这种 都是政治化的 你的所有的经济学研究 都标明那种政治化的立场 那这种立场过去 是可以被容忍的 现在是不被容忍的 当然了 还有其他的也有不被容忍的 你比如说盐黄真秋 是吧 他们是这种 社民党方向的 或者说是这种 民主社会主义的 但他最后也就被 灭掉了 被灭掉了 这叫叫什么 实际上是灭掉了 但是表面上 现在就是 思想你也要一尊 也得一尊 扫地出门 他是这个一尊过程中间的一个 一个过程 就是不允许有一级力量 你这个一级力量 哪怕是支持我的也不行 未经我允许也不准支持 也不准表态支持 比如说 818网上就有人说 那到天安门广场去 支持香港警察 那你肯定这个你试试看 所以他这个是 您说的这个一尊的倾向 实际上就是 整个他这种 新自由主义和这个转型中的 这个共产党这个 蜜月期的结束 是这样的 因为为什么说这个话呢 你看 上一次刘鹤那五神论坛 刘鹤去了 刘鹤去了 中间的张鼠张光的 这种 发言是非常那个 非常痛的 非常痛的 就直指这个整个毛泽东时期 对中美关系的一种 错误 错误的 错误的一种对待 他是非常厉害 在他们这 三位 发起 这种 创始人中间呢 两位我也比较熟 张书光和 毛雨士 都 都七老八十了 盛宏 据说还有一些 老干部背景 他还比较 那个什么 但这两位呢 应该说 都看得很清楚 就是在 经济上 中国是 必须走 自由开放的道路 而政治上呢 他们也 并不是 这个 反对民主的 但是在中国这个 场合之下 他们只敢强调 经济自由化的东西 对政治上的东西 他们也是 有限度的 保持一个距离 但是现在这个距离 也不容许 存在 这个很有意思 关于天都所被关闭啊 这个 这期光先生认为是这个新自由主义 转型共产党 这个蜜月期的结束 这个 我认为是改良派 他们我认为本质上他们不属于自由派 所以改良派 当然不属 对啊 这个但是这个刚才吴强先生说了他是一个自由派的堡垒 所以说我们在某个意义上也是有分歧的 这个分歧就是说 实际上在他公开发言的时候 他都是 和私下的是有差别的 我觉得天都所 他纯粹是一个经济研究机构 从他的提 就是他教会的 上周研导会的内容来看 他们这个 这个三位当家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一向的这个政治理念来看 他其实 就是说 是 主要是以研究经济为主的一个 这个这个毛主意义上是隶属于这个 自由主义的一个 庚爽那个那个话可以用在天泽所上 居心颇测 图谋不归 好了最后这个我们把这个收场交给吴强博士 吴强博士还在吗 我在我在 要收什么场 你们都讲的挺好 关于天泽所的问题你还不要再话 再讲几句最后为这个节目话句号 如果说还要补充的话 就是说天泽所的被关闭和香港问题的一个 激化 我觉得这种同时发生 蛮有意思的 香港的问题 今天也是一个新自由主义 这个道路的结束 那么天泽所某种意义上讲也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的一个 被关闭 虽然今天我们也知道好像六个省也开放自由贸易区 但是这些统治经济下的统治形态下的这些自由贸易 未来的市场经济已经跟新自由主义可能已经大大的拉开了距离 没什么关系了 这是我想谈的 那新自由主义 他在 基于新自由主义的这种宪政主义 改良主义 我刚才讲的是需要重新的反思 好 谢谢这个来自北京的吴强博士来自纽约的邓云文先生 和 郑旭光先生 今天呢一起参加 今天大新闻跟我们讨论天泽所被关闭 以及他的意义所在 感谢三位参加节目 感谢网友收看 也感谢我们导播制作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